大家好,我是阿文 今天來到我們十里人灘海浴灣這個區 海浴灣這個區分南北區之分 我們現在就在北區這裡 北區的話,正前方就是我們的海邊 樓下就是巴士站 北區這個區一共有四棟樓 四棟樓分為不同的單元 每一棟樓有三個單元 在這麽多套二手損盤裏面 我今天特意選了幾套大裝修門 因為這邊的樓樓已經有五六年了 很少有沒住過人的損盤 事不宜遲,我們現在上去看樓吧 Hello,大家好,我們現在來到房子的門口 這房子是全新的業主沒有怎樣住過的 春年的話,都是我們過年的時候幫業主貼的 因為業主掛盤在我們這裡 我們會幫他一起打理的 好了,進到這裡就是我們這間屋的入戶花園 入戶花園的話,這個位置大概是有五個平方 這邊是半陣送的 平時小孩子的單車、鞋櫃都可以放在這裡 完全沒有問題的 這邊還有一個倉 平時的天然氣都是掛在這裡的 因為有空氣對流、有倉的情況下是會安全很多的 好了,進來的話,先看看我們的廚房 廚房的話是非常乾淨的 非常靚仔的 因為業主的話,他一次都沒有開過抽油煙機的 一次都沒有用過 是全新的 開發商大裝修一直就留到現在 沒有用過 和新屋沒有什麼區別的 只不過業主是放了少許東西在這裡 其他房子的家具也放在這裡 這種廚房是非常之好的 這種是U字形的 U字形的話,就是在這邊洗菜 在這邊洗菜、切菜 然後過來這裡炒 炒完之後就放在這裡 就放出去吃飯 這個設計是非常之合理的 好了,出來的話就是我們餐廳的位置 我們今天看這套是84個房的三房 84個房可以做到三房 這種戶型的話,都是在我們十里人灘裡面很難找的 餐廳這邊大概有七、八個房 到時候你可以放在那種新宿的餐廳 新宿的餐廳 好了,過來我們客廳 客廳這邊開間的話 是兩米四的大開間 兩米四的開間 你可以放一個三米六的沙發 然後再加一個貴妃椅在這個位置 加一個貴妃椅在這個位置 一家四、五個人住也不會覺得逼的 為什麼?它的空間有這麼大 空間這麼大的情況下 你們平時在娛樂、看電視、玩、出去、有寶寶、親戚、朋友過來住 一點都不會覺得窄的 好了,出來我們這個陽台 這個陽台是朝東漢的 東漢的話就是你早上九點鐘到下午兩點鐘都是有太陽的 因為今天是陰天 所以就看不到什麼太陽 陰天的光線都這麼好 就不要說天氣好的時候 只不過這裡有一個缺點是什麼呢? 這個缺點也是它的優點 我們樓下這邊就是靠近我們小區的內部道路 樓下就是巴士站 平時回香港或者過來都直接坐巴士坐到家樓下 方便就是方便在這裡 只不過是擔心有些朋友、有些粉絲就不太喜歡潮馬路 如果你對潮馬路有一點介意的情況下 不要緊,私信我,我再和你找其他房 好了,我們現在繼續去看看 我們房間的格局 過來這邊就是我們一個客房 這個客房是很床的 放一個咪五床的情況下 床是放在這邊 直接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放了床之後 我們的櫃、我們的衣櫃就做這個位置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就不用擔心衣櫃到時放了床之後 擔心沒有地方放衣櫃 其實是很麻煩的 但這間房間的話空間是完完全全夠的 我們正前方就是南面 南面是看到一點點海 小小的位置 但是不多 好了,過到這邊就是我們的洗手間 洗手間這邊是很闊塑的 伸開隻手,這邊有差不多浪米的位置 要去放在咪二的床 如果家裡的嬰兒比較多的話 就做一個喪下鋪 做喪下鋪的話 這種就會更加實用一點 這間房間就會小一點 這間房間就只有四個平方左右左右 好了,過來這邊就是我們的主人房 主人房就很舒服 主人房這邊大概有十個平方左右左右 好,這個主人房的話 業主是放了咪八床的 放了咪八床之後的情況下 這邊這個位置就可以做我們的衣櫃 或者做我們的梳妝桌 都完全沒有問題的 這邊做衣櫃的話 梳妝桌就放在我們前面 這種戶型的話是屬於轉角飄倉的 所謂三面採光 跟我們正常看的那種格局就不一樣了 三面採光是指什麼呢 我們正前方就是東 這邊就是藍 意味著東面和藍面的光線 都可以曬到進來我們的房間的這個位置 三面採光 你這間屋的話會很舒服很多 陽光進來的話都會進得更加舒服 這個也是我們海逆灣這個區專門有的特色 叫做轉角陽台 全景落地 其實住起來是超舒服的 好了,回來這邊 回到我們陽台這個位置 跟大家說一下今天為什麼會拍攝這套筍盤 因為很多後台粉絲私信我們想找一套 十里人攤,交通方便一點的 然後單價便宜一點的 最好是全身沒有住過人的 因為之前有很多的粉絲 要不就不是喜歡這種裝修 要不的話這些家具又不合 到時搬來搬去又麻煩 很多粉絲跟我說想找空房全身裝修沒有住過人的 所以特地選了這套 這套房是我們海逆灣這個區的 這個區的樓下就是我們的巴士站 坐巴士可以直接回到香港 都可以坐巴士直接在這裏下車 前面就是市場 還有我們來的商業街 非常之方便的 海逆灣這個區都是最多香港朋友 喜歡住的,喜歡選的這個區 第二,我們這一套房 單價在海逆灣裡面很划算的 84個房間現在才賣 齊頭40元 跪下來才幾千元一個房間 才4千兩元一個房間 還是全身沒有住過人的 非常之OK的 都可以看到一點點海 不過不是一線的 第四就是因為 我們這一套房業主比較誠心埋的 春節前就是我們這邊掛盤 我們幫他貼了春簾之後 今年就是想盡快出手 價位那方面的話可以大家鬆動鬆動 好了,今期的節目就到這裏了 到時的話 如果你看了這齣影片 對我們這間房間有興趣 或者對十里人攤二手房 新房間有興趣的情況 可以隨時連提我們 我們公司這個位置是有專車接送的 天天會有看樓團 在爐關口、練堂關口 每一天都有 有任何疑問的情況下 可以隨時掃我們的二維碼 可以隨時給我們留言 好了,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 by bwd6